冰岛直落八象从今早开始下起连绵大雨 特大雨是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都不见停歇 造成冰城国家公园和国际机场一带爆发水灾 尤其是国家公园附近水位更一度高达三尺 直达成人的腰部 迫使居民涉水离开灾区 200户人家受到影响 灾民直言这是直落八象这2012年以来第三次发生水灾 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一些靠近河边的房屋甚至已经被洪水淹没 直落八象的水位在下午四点半消退 灾民暂时安置在当地的清真寺没有伤亡报告 而在下午三点至五点的一场大雨 同样导致槟城国际机场大厅发生闪电水灾 久探国内外航班延误 不过水位也很快就消退了